天气转热了,全台是进入了肠病毒的流行期 许多民众认为只有幼童会得到肠病毒 但其实大人也会中标 面对肠病毒大军,酒精干洗手消毒并不管用 医师表示了,最好的预防方式 还是注意个人的卫生,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湿热的天气,病毒细菌无所不在 肠病毒也跟着进入流行期 不过肠病毒肠胃炎,您分得清楚吗? 我们一般讲流行性的病毒性肠胃炎 大概就是指说诺罗病毒或轮状病毒这一类的 那它的症状就很明显都是在肠胃道的症状 比如说就是剧烈的呕吐 然后持续的一个水泻或腹痛 那肠病毒这个病毒它的名字叫肠 并不是说它会产生很明显的吐或拉肚子 而是说它的这个病毒它定值复制还有传播 是靠粪口嘛,就是靠这些 它在肠道里面繁殖 然后靠排泄物呕吐物然后传播出去 所以大部分不会到像是标准的病毒性肠胃炎 那种轮撞或懦罗那样上吐下泄那么剧烈 许多民众看到肠病毒有个肠字就以为是肠胃道疾病 但其实不然而现在全台肠病毒疫情持续升温 让家长心惶惶 因为我的小朋友现在目前才五个月大 所以其实也是蛮担心说就是最近很流行 怕会被传染 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在居家清洁的话就会比较注重 可能要请洗手然后减少 因为家中也有其他的小朋友 就是减少小朋友之间的可能直接的接触这样子 我大女儿很小的时候大概两岁半的时候就去念那个幼幼班 其实那时候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病毒的流行 其实她还蛮容易得偿病毒的 然后所以我们都会就是让她就回家赶快请洗手啊 然后或是她玩玩玩具或是做什么事都要吃东西前都会先去洗手 然后到现在虽然有点解禁 那我们还是会要求小朋友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要戴口罩 包含口腔手上及脚上出现水泡等手足口症 甚至合并发烧都是肠病毒常见症状 尤其五岁以下又同更是重症高危险群 特别强调的是洗手要施洗手 因为肠病毒它没有这个纸质的外套膜 所以那种轻纸性的消毒剂像酒精这些对肠病毒没有效果 再来就是有一些预防的措施 现在至少我们台湾有一个新的肠病毒的疫苗 那就是六岁以下的这个小孩子 家长也可以来考虑带小孩子吃到 这个肠病毒A71型的疫苗 可以就是产生一些保护力抗体 肠病毒可不是幼童专利大人也会中标 只是症状通常没那么典型 很容易被当作是一般感冒 因此做好防护措施请洗手 才能有效预防疾病入侵 嗯 的 然后 演员